持續性接觸電磁波的確有可能產生出異形額 直接站在電磁波上或是使用 這些都有可能造成過多電磁波的產生 生來生與,到底由誰決定? 最主要還是來自於先生的精子有關係 在懷孕的當下,受孕的之初 我們可以看到精卵相遇 到底是X染色體的精子進去到卵子 還是Y染色體的精子首先進到卵子 就決定了到底是會產生出女寶寶還是男寶寶 媽媽肚子較尖,滿臉痘痘,懷得是男寶 媽媽肚子較圓,懷得是女寶 這種講法其實並沒有任何科學性質 只是街頭巷尾八卦俱樂部 津津樂道的話題 肚子為什麼會圓? 只要是寶寶如果呈現狠胃的話 從正面來看,媽媽的肚子也會是呈現狠型 至於說,為何會冒動呢? 這主要還是跟我們一類的荷物狀態 以及媽媽的肚子有相關 在科學沒那麼發達的年代 有些長輩都會認為說 在懷孕頭三個月都先不要講 避免去禁染到胎神 然而這樣的講法其實並沒有任何科學依據 通常我們在懷孕頭三個月 也就是十三週之前懷孕初期 我們有時候胚胎材剛形成 這時候的重體處如果比較不足的話 或是說薄薄的染色體其實有發生異常的話 有時候都會在十三週之前發生自行的天整的咲宴 會進一步引發流產 這個與胎神其實沒有關係的 持續性接觸電子波的確有可能產生除了幾次 我們在懷孕的頭三到四個月 胎兒重要的體內器官等在發育之中 這時期孕媽咪跟祖爸爸在這個時候 最主要除了要避免掉F-1以外 甚至我們一些電子波的發射來源也會注意到 比如說就直接站在電腦旁邊 或是去使用電腦這些都有可能造成過多的電子波的產生 至於網路上還有一個誤區 就是覺得我們的微波爐是否也會造成強大的電子波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明確講說它是不會造成電子波 因為它的加熱的原因來自於水分子的共振 而不是以輻射線或是以電子波來對食物進行加熱 有些長輩會覺得孕婦的肚子太低 就有可能會發生早餐 那往往就是這種錯誤的迷失 會導致祖媽咪、祖爸爸在懷孕的過程中造成不必要的困擾 實際上孕婦會不會進一步產生出產障 與子宮是否有規則收縮 以及子宮頸是否的開刺感 而與肚子的形狀以及它的高低 沒有這些相關 就要有非常感恩 接下來會請離開刺感 並去禁止 以為我們在一起到新的角落 會發現我需要不適合 每個月的名字 有人用速度 也沒想辦法 也有明確 還是可見